再来看到前一段时间啊 关于中国游客在国外的旅游景点乱图乱画等不文明行为的这个报道呢有很多 一些景点呢甚至还用中文提醒中国游客要注意自己的不文明行为 可是您知道吗 早在1909年南京的明教林景区呢就竖起了一块写了六国语言的告示碑 提醒来这游玩的老外们要注意自己的不文明行为 这块石碑高1.5米宽0.63米厚0.15米 碑额用传书写着特别告示四个字 碑面是用日、德、义、英、法、额六国文字写的告示 内容则是提醒外国游客注意不文明行为 保护景区文物 中时的尖林辅置那个列了这块牌子 就特别告示碑 一个六国文字列了一个告示碑 要求就是希望大家对那个保护文物 不要对文物进行一些有些 现在不文明行为刻画换害的行为 据了解清代末年来南京旅游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 这些游客中有的人素质不高 喜欢乱涂乱画 这令当时的南京政府非常困扰 于是他们便竖起了这块告示碑 而据史料记载 六国告示碑的设置 对于明孝林的保护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景区工作人员还表示 这块石碑对于现在的游客仍然起到不小警示作用 提高文明意识保护文物的意识 大家一起来保护文物 不要乱图乱刻破坏文物